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百点 什么原因 因为一月营收 十天年假的关系 所以导致于二月营收 二月的行情冲不出去 虽然冲不出去只有四百点 可是外资是一直加码一直加码 今年外资买了两千亿 有三分之二 有一半的资金 都在这四百点里面一直加码进去了 那外资在这四百点里面一直加码一直加码 可见的外资也认为后面会再供一波出去 所以跟大家讲过 你不要担心指数 指数一定会冲出去 你找个股底部的赶快买就对 尤其 二月营收有机会创新高的 尤其二月营收有机会创新高的 那可能你会想我怎么知道 我也教你们啊 从一月营收里面减少幅度越少的越好 从一月营收里面找成长幅度越少的越好 这样就有一个方向可以选了嘛 对不对 如果真的找不到就找林德燕啊 不找我啊 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以外的时间 都在找勾票 加上我这个市场的时间也够久了 三十几年的经验了 我民国八十四年进头 民国八三年进头顾当分析师 今年是一百一十二年 今年一百一十二年 我光是在头顾当分析师就二十八年了 所以我有足够的经验 加上我投入的时间多 所以你找不到来找我 我没有找到股票变棒 不要急 吃快都破了我 股票投资咕咕痠痠痠 方法对了 持之以恒 这还是最重要的 那找到机会 我们就全力出急 三十八五十八 我们都贪得对 不要急 不要急 上礼拜五美国股市又大涨 又大气 道琼涨387点 两三起两天 两天加起来涨了700多点 礼拜四的时候 有联总会官员跳出来讲 三月升一码就够了 不用升到两码 所以礼拜四涨了三百四十几点 那礼拜五 美国公债殖利率又跌 代表市场认为 升一码的机会还是比较高 所以礼拜五 道琼涨 又起三百八七点 纳达克涨了1.98% 分成报题涨了1.49% 今天亚洲股市也都不错 日本最多涨了四百多点 日本两天起七百几点 日本股市两天也涨了七百多点 日本股市也冲出去 也冲出去 所以台北股市经过一个月的整理之后 经过一个月整理 指标拉低 今天过新高 所以说不要去在乎指数 各个股比较重要 起股就不要再堆了 不要随着市场一直在抢强势股 一直在追高 到时候你怎么钓在上面的都不知道 买底部安安心心安安全全 行情一发动 我们买的地步我们就不怕 随时等着三十%五十%赚到 再来逢高卖 对不对 所以方法还是最重要的 那指数的部分 不用我再多说了 不用我给你讲 关心个股比较重要 哪些个股有机会再创新高的 这才是我们要注意的焦点 上礼拜五美国股市大涨 涨一%两%的很多 那以族群来说 礼拜五什么股票最强 还是电动车 福特汽车通用汽车 现在各车厂都开始全面推电动车了 大家都在抢这块大饼 未来十倍数的行情 上礼拜五光是徒生未来 一天大涨12% 徒生未来我跟大家讲过嘛 是生产电动卡车的 生产电动卡车的 今年年初一开始就涨了1.3倍 礼拜五涨12% 特斯拉礼拜五也涨3.5% 礼拜四跌5.5%对不对 跌5.5%我有逃避吗 我也是跟大家讲啊 礼拜四跌5.5%是因为 他没有推新车出来嘛 在投资人日 大家期待 特斯拉能够推出新款的车子 因为之前已经会声会影 说要推出低价的 大概两万五美元的 两万五美元大概新台币 大概八十几万而已 所以大家高度期待他推新车 就礼拜四的投资人会议里面 没有推出新车 所以投资人没送卖股票 跌了5.5% 可是并不影响他的接单嘛 对不对 所以礼拜五 特斯拉又涨了3.5% 整个电动车族群 在美国市场礼拜五又是最强的 那特斯拉我们市场第一个讲的嘛 101美元要不然去那边开始讲了嘛 涨到221啊 涨了一倍 啊 涨一倍 礼拜五特斯拉又涨了3.6% 我们等一下就开始讲了嘛 对不对 涨了一倍啊 特斯拉钢验股 我们锁定哪一档 我们锁定了好几档 可是第一档锁定的 茂连 3665茂连第一档锁定的 完全没去 我们两百四十几块就开始讲了 你看 两百四十六块就开始讲了 每天讲每天讲 你有买吗 你随时买随便买 都赚钱嘛 今天茂连又涨七块钱 今天茂连又涨七块钱 两百八十八块 我们是不是又从底部开始买上来的 你们都跟得到 你们都拿得到 我每天讲每天讲 你随时买随便买 都探钱啊 茂连 一月营收 四十点七亿 月增一趴 人家掉二三十趴 他反而月增一趴 那二月营收 有没有机会冲出去 如果二月营收发布 又有好成绩 这有个冲出去啊 对不对 这有冲出去啊 所以买底部 你就会赚大钱嘛 那你追高的 在震荡过程中 你就破不掉了嘛 是不是 你就抱不住了嘛 电动车概念股 今天台办 一开就涨停了 台办一锅就涨停了 有够强的 我们台办也是讲了一个多月了 每天讲每天讲 讲一个多月了 又是底部的股票 获利成长一倍 人家院训专门 这种探大级 股价在底部的时候 就开始跟大家推荐 今天台办涨停板 我们对此也开始说了 对此也开始说了 夹量不够 让大家税 今天冲出去了 今天为什么冲出去 因为有消息传出来 德国某一个 车用电子大厂 车用零件大厂 转单转给台办 那台办原本是以大陆市场为主 对不对 比亚迪供应链 又是宁德时代的供应链 那同时 现在又接到德国的订单 所以透过德国这家大厂 开始进军到欧洲 美国市场 开始成为公司下一个目标 所以今天消息一出来之后 台办很快就拉厂停了 一开盘很快 你要追都来不及追 你如果属性就买的蛋了 所以底部买的你就买的条嘛 底部买你就 抱得住嘛 是不是 那台办涨了之后 还要哪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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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整流二集体 还要哪一档要注意的 这还要注意啊 这还要注意啊 这也是落后的 你能源都事先跟你们讲了啦 对 车灯 地保 也是那买的啊 每档都是底部跟大家讲的 73块就开始买了 你都知道了 对73块一标到上星期五 标到94块6 一档2万几块 10档就20万了 但今天地保跌 跌就跌嘛 航情本来就是涨涨跌跌 联合院不会像其他人一样 航情一跌 个股一跌就不讲了 就不敢讲了 也没嘛 对不对 航情涨涨跌跌 我们对七十几块买起来 七十三七十四 一标买起来嘛 起来九十四块 航情涨跌是正常 地保二月营收 一月营收就不错啊 一月营收14.8亿 月增加4% 年增加3% 没有受到年价10天的影响嘛 就它二月营收 值得期待嘛 到时候二月营收发不出来 如果有好成绩的话 就要收起来啦 但涨高都不建议你追了 我经常跟大家讲 起关就没问题再追了 我们再来找table的股票 再找底部的股票 或者你全力锁定电动车也不错嘛 电动车是一个未来 十倍数成长的行业嘛 从特斯拉概念股 到跟电动车有关的公司 加加起来百几基地啊 所以你不要想说 哦 水泥我也买 食品我也买 什么我都买 四人骨头我也买 不用嘛 找未来最具爆发力的族群 把有限资源集中在他们身上嘛 电动车有一百多家 起关的不要紧了 等下一次循环在落地 再来扯嘛 再来扣嘛 又先找底部的一档一档轮流做 你做不完啦 你赚不完的钱啊 对不对 你认同我们这种做法的 你看2035年欧洲已经决定停产南优车啦 所以这是十倍数的行情 把所有资金集中在电动车概念股也不错啊 今天电动车概念股全部大戏啊 帽连台办的强帽 这些都大涨啊 还有的哦 我们没做我就没说了 引接十倍数的行情只做电动车相关个股 电动车主群 你认为不错 这个idea也不错 这个投资的方向不错 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嘛 全力锁定电动车 我们上次就在说这支嘛 特斯拉供应商里面 最后一档补涨股 净值高14块 现在高级到30几块而已 猜得突然吗 我相信有些人猜到 有些没猜到 那就不要猜嘛 让林银直接带你做嘛 现金就264亿 总市值才129亿130亿而已 这种股票 这种情况的股票很难出现 我一年只会碰到一次两次 每次碰到这种机会的股票 后面一定都大戏的 哪有那种现金比手中 比全部的市值加起来还多两倍的 还有库存存货对不对 还有这么多东西 净值高14块 这种温坛的嘛 今天已经购买快涨停了 是不是又是底部的欺赏股 刚开始表而已 我还不想公开 因为新晋会员我还要继续买 新晋会员我还要继续买 像中国幼走的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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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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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在那137块 我们138块一定没得到 今天一开盘就144了 凡甲是宁德时代的供应商 宁德时代是全世界电动车 锂电池最大的供应商 开始进军美国 要到美国去设工厂 要直接供应给福特汽车 所以宁德时代从特斯拉概念股 也直接转为福特的概念股 上礼拜五发布配9.4元现金 上礼拜五发布配9.4元现金 股力政策一发布之后 殖利率快到7% 今天行情一开就大涨了 所以光是电动车你就做不完了 从100多家电动车概念股里面 起关卖差别 我们找第二部的股票一支一支来做 未来10年10倍速的行情 未来10年10倍速的行情 把你有限的资源 集中在电动车的焦点 行情贪不完 股票你做不完 百几支钱给你竞逐的 那同这种方法的 我们一起来合作 好哪些公司 2月以后有机会创新高的 高尔夫球干 这个机会很大 对 复生应用 今天又涨两块钱 今天起两块 250了 2.5 我们200控时 200控后就开始买了 204 205就开始买了 离这波高点又差一步而已 最高251 今天250 250.5 2月营收 有没有机会创新高 1月才掉6%而已 我个人估计八成的机会 复生应用八成的机会 创新高的可能 那到时候一创新高 是不是又冲出去了 那我们是不是第一波吃败 你有买的吗 每天讲每天讲 高尔夫球干事 去年成长幅度旁旁 第一名的公司 成长幅度旁旁 第一名的公司 专期中跟人家在讲而已 电动车很多人讲 试乎系很多人讲 高尔夫球跟我讲而已 每年最好做的股票 每年都从10月涨到隔年3 4月 所以现在开始进入 忘记营收的发布 你又有破坏了 要不然现在还要追 哎 早就买了 你现在还要买 也是还会去 只是我的个性 比较不喜欢追高而已 我的个性比较不爱追高 我喜欢买底部你们知道 追高我觉得 没有那个必要 投机股业绩烂的 我也从来不做嘛 你每天看我节目 你们都知道嘛 专找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认同我这种方法 你要赚个30% 50% 一支一支万万来 都赚得到 啊 起贯 万败钱也不败啊 你就那笔钱而已嘛 大赚的股票卖了钱收回来 你才有机会 再找底部的股票再买嘛 对不对 所以涨高 你看自新 我们117块 最多105 我们从117就开始买了嘛 一波涨上来 最多100倍 我们买170倍嘛 那是不是50% 就下跌了 对 代理经有代理出发 滑锦店也是啊 82块买的 百三块买掉 60几% 买掉钱收在买 又赚底部的股票又来买 对 中光店也是啊 54块买的 64块买的买掉 现在65块买 没关系啊 谁说一定要卖在最高点 我卖了之后 钱收回来 我可以再买其他股票啊 再找底部的股票再来买啊 那一个原则 卖对管就好 不要追高就好了 对不对 拓开 184190 对 184190 我之前跟你有跟你们讲过啦 对不对 一年贪的2,8块的 买了上来 卖掉 再来找白鸡来做就好了 拓开不下来 不下来就不下来啊 对不对 也不可能每次都卖在最高点啊 相对高点卖掉 钱收回来 买再去 不要买了 再来找底部的股票 不要去对管 聊天机器人 目前最热门的话题 对不对 不管是 AI晶片 GPU 或者CPU 或者特殊应用晶片 都大气了 美国的部分 NVIDIA NVIDIA涨了一倍多 台湾这一边 创意 世心 都起很多 起很多 你还对了也没意义了嘛 对不对 反正是什么 伺服器 ABF这两周 要注意 伺服器也涨了一波啦 性化 清晶器了 现在已经要三千了 你还要买这没意义 他那么贵了 对 违影 六百 去那一千 你找鸡的嘛 早底部的嘛 早底部的嘛 这支报告有送礼嘛 上礼有送给大家报告嘛 成长 七十八% 双底要完成了 到时候景线一过关 就又冲啊 所以不要去找那种 他起身冠的 找中底部的 一支一支来做 对 聊天机器人话题也不错啊 那个族群也蛮多的啊 那族群多 高的不要抢 找底部的 ABF 南电 上礼拜连标三天 我今天南电是卖掉了啦 我今天南电卖掉了 因为没有破前高 前高两百六十五元 前高没有破 我今天先卖出 等压回来再说嘛 对 今天大盘气势那么强 他没有过前高 代表相对 短线已经落掉了 那落掉就先买 那环境地没买 可以贪那么多啊 随便卖都赚钱 等下来 可以求我们又求 那不然找其他股票 再买也不错嘛 那也可以啊 他哪些股票会运收 会创新高的 台积电有没有机会 台积电有没有机会 外资买超2000亿里面 有1300亿都在台积电身上 台积电这一次300多 300倍 现在去那500多 你如果没有就不要再退贯了 那该买我就会买 实际还没有到 外资也还没有退 联电 外资买了50几万张 今天创新高 52块印 我们对台帮30几万就开始说了 有没有都赚大钱啦 那你如果没有 你吃过堆也没有意义 联电什么时候该卖 你有的到时候我们一起卖 日月光今天也创新高了 100几万块啊 我们72、73一楼 说到现在50% 100万贪50万 所以对的方法 能够让你钱一直赚下去 你就依照我这种对的方式 一直做就对了 联发科 定礼拜三涨停 大家都在说 拜四楼一个15块没人敢说 只有联德宴 500几万块每天说到现在 今天联发科 又涨9块钱 我们对500几万块 说到现在已经要看800块了 你如果有的改买 到时候我没得到的时候 我会跟你说 那你如果没有的 就不要再去追了 我们继续找底部的股票 一档一档来做 甚至于直接做电动车概念股 也不错啊 未来十年 十倍数的行情 电动车主群 全力锁定电动车概念股 我们一支一支万块做 起贯的不要插蜜 等它蹲下来 我们再进场接 又先锁定底部的股票 一档一档上来 你看今天电动车概念股 最强啊 台办强茂茂莲 对不对 反贾 那光是我们点名在做的 就全部大涨啊 所以全力锁定电动车主群 这种做法 这种想法也不错 这种也不错 那利用 我们现在有一季的费用 一起来赚一整年的活动 我们一起来合作 但你买一档一档底部的股票 我们的负责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 本公司以往节绩效不保 节目来破例 缺一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眼影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